大家好 美国东部时间今天下午的两点五十分左右 美国总统川普他是在白宫 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是关于中国主题的 有很多的网友都是非常关注川普的发布会 现在发布会刚结束 狗哥就做一个影片 来火线的点评一下他的发布会 首先是说一下川普发布会的主要内容 最主要的内容 狗哥认为也是最有点出乎意料的内容 就是川普他是宣布终止跟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关系 狗哥的理解 这个就是川普宣布美国退出WHO组织 川普还说要把原先美国给世卫组织提供的资金 转移提供给其他的国际卫生组织 这次的武汉肺炎疫情 川普他跟世卫组织的关系 狗哥在这就不详细说了 在以前的影片里也说过不少了 在这个月的18号川普 他是曾经公开过一份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信 在里面他是列举了世卫组织在这次疫情里的很多的罪行 最后还给谭德赛设了一个期限 要求世卫组织在30天内表现出来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意愿 特别呢是必须要表现出对中国政府的独立性 否则的话那美国呢就要永久断绝对世卫资金的支持 那到今天其实是才过了11天 还没到这个30天的最后期限 那川普呢就宣布退出这个世卫组织 狗哥认为呢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变化 从这一点呢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川普这个人的行动能力啊 最起码呢在各种这个退群的事上啊 他是非常有行动能力的 这个呢是第一个内容 也是狗哥认为啊今天发布会最主要的内容 第二个内容就是关于香港国安法的这个事儿 这个呢应该是很多网友呢最关注的问题 那川普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很明确的说 一国两制呢在香港呢已经是不存在了 香港现在是一国一制 所以呢他已经决定要全方位改变美国跟香港之间的关系啊 美国呢将会把这个香港看成是跟中国其他地区一样 所以呢就会取消原先给香港的各种优惠措施 包括关税也包括签证等等啊这些方面 这个还有美国 美国跟香港签的所有的这个协议 包括引渡协议 出口管制 技术出口等等这些 所有的这些协议 也都会受到影响啊 另外呢川普还明确说呢 美国政府呢要制裁跟香港国安法制定和 执行有关系的中国政府的官员还有这个香港的官员啊这个呢是刚才川普宣布的针对香港国安法这个美国政府要采取的措施 第三个内容就是美国政府呢要对一些中国公民进行签证限制 这个内容呢狗哥在今天发的第一个影片里啊比较详细说过了 就是要取消和驱逐所有在美国的跟这个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留学生还有研究人员的签证啊所以在这儿呢就不重复说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回看一下上一个影片 还有第四个内容就是关于在美国上市的这个中国公司那川普呢是宣布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要研究这些中国公司在美国发行股票存在的违规行为 那可能这个很多的网友会知道最近这几年爆发出来一些这个中国公司在美国股市的欺诈案件 包括最近的这个瑞幸咖啡财务造假行为 所以呢在美国国内啊针对中国公司进行监管的这个声音啊最近是一直是很高啊 那川普今天的这个宣布呢也是一个回应 这个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今天非常受关注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的主要内容啊 那狗哥怎么看这个川普今天发布的信息还有他在香港问题上还有这个整个中美关系上的政策 第一个就是这个川普今天的发布会呢 他是推迟了大概50分钟来举行 原定的这个发布会开始的时间呢是华盛顿时间的下午2点 但是呢他是一直推迟到差不多2点50分这个川普呢才出现啊 虽然川普的这个记者会以前也经常出现过推迟的情况 但推迟这么长时间快一个小时了 这种情况呢不多见 所以呢这个呢就可以确定啊 川普对他今天要发布的声明一定是非常慎重的 迟到的原因呢应该是他跟他的这些个顾问啊 对这个声明在反复的进行推敲 狗哥的第二个解读就是陪川普出席这次发布会的 包括了这个川普内阁里在安全和经贸方面所有重要的官员 像这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 贸易顾问纳瓦罗财政部长姆努钦 首席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 还有商务部长罗斯这六大金刚全出现了啊 这个就说明啊川普今天宣布的这个对中国 还有对香港的政策 是他在这个安全和经贸方面的一个全局性的对策啊 是在美中两国全面战略对抗的这个大格局下采取的对策 这个呢是狗哥的第二个解读 那第三点就是关于川普今天宣布的对中国和香港政策的力度 狗哥认为啊这个力度呢比较合适啊 除了退出WHO这个决定 那其他的这个川普宣布的关于中国和香港的政策 没有超过外界的预期 基本上都是这个最近媒体上讨论过的 所以呢这个川普的发布会结束以后呢 美国股市呢它就出现了一个上涨的情况 因为华尔街呢原本担心说这个川普呢 是不是可能会宣布一些特别严厉的针对中国和香港的措施 那最终这些措施呢没有出现 所以呢这个呢对华尔街呢就是一个利好 那股市就上涨了 那是不是说川普今天宣布的这个措施力度就不够啊 对中国政府呢是一种绥靖 那狗哥呢也不这么认为啊 呃在最近的影片里呢狗哥的一个观点就是到目前为止啊 川普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呢还是比较强硬的 那今天川普宣布的这些措施 狗哥呢还是这个观点 对中国比较强硬 力度呢也比较合适啊 香港的朋友呢肯定会觉得不过瘾啊 觉得这个川普宣布的这些措施不过瘾 那这种感受呢狗哥呢是充分理解啊 毕竟香港是生死之间啊 香港人呢每天都在抗争 他们呢肯定是希望呢 这个美国呢会尽快的尽早的采取一些比较狠的措施啊 但是呢这个美国政府呢 他肯定也不会按照香港人的愿望那么运作啊 那跟中国的这种全面性的战略的对抗 那肯定呢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所有的牌都打出来啊 美国呢 他有自己的节奏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呢应该也是常识 那其实这个中国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啊 现在出台呢只是一个立法的决定 距离这个法律制定完成实施 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那川普今天的发布呢 宣布的其实呢也是一些决定 距离这些决定的真正实施 比如说取消对香港的关税优惠 他呢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实施 这个呢就是以政策决定来回应北京的政策决定 所以呢狗哥呢认为这个力度啊是合适的啊 从另一方面讲 那这种处理方法呢 其实呢也是给双方啊 都留下了这个时间和空间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所以下边呢大家呢就可以看 在接下来的时间 这几个月里边这个中美双方呢 是不是会通过沟通啊 或者说是其他方式 让这个事儿发生什么变化 虽然狗哥是认为这个习近平 他在香港强推国安法 他的这个决心啊是非常坚定的 他应该是不在乎川普要采取什么这个惩罚措施 那很多这个制裁措施的效果啊 他可能也不懂 习近平呢他基本上是要一意孤行 在香港搞事儿 但是呢大家呢也不能完全排除 这个事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虽然这种可能性啊非常小 最后呢狗哥呢用一句话来点评一下 川普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啊 可以说是杀户竞机 杀WHO来警告中国 他悍然宣布退出这个世卫组织啊 也可以让习近平感受一下 他的这个行动能力 很多事儿呢这个川普呢 真的并不是说直打嘴炮啊 好了那川普今天的记者会呢 狗哥的一个火线评论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影片再见 再见 好嗎?